张颂文这一天在西宁都干什么了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7月28号 昨天张颂文都从北京到了西宁去参加这个first青年电影展 一路都被众人紧紧相随 北京那边一堆人送鸡 西宁那边一堆人接鸡 到了酒店一堆人等着 整个行程其实就是公开曝光的 所以他哪一站 他到哪都是有人 一堆人跟排 所有大量的素材 我以为张颂文接下来各种活动 我都能看到 这些跟拍的博主就会跟着他拍 结果实时并不如此 张颂文也给 也跟大家玩起了声东击西 玩起了捉迷藏 所以张颂文这一天的动向就很有意思 我现在东拼西宁的各种信息 首先他到了西宁就又上热搜了 张颂文这个热搜体制已经提了好几次了 这次去西宁好多明星 只有张颂文到西宁上了热搜了 而且热搜的浏览量阅读量 各个方面的指数还挺高 很多人都在刷他到西宁的 昨天到西宁的各种各样的新闻 然后下午他到了酒店之后 等着拍的那些人就没有拍到他再出来 但是其实他出来了 应该是有明星通道 还是有私人电梯什么的 估计是可能从酒店的员工电梯 就直接出去了 晚上他去了当地的一家 有名的某羔羊肉馆 应该是当地的赛事主办方做东 还是怎么样 到了一家羔羊肉馆 去吃了一顿羔羊肉 然后你还跟店家合影 不打广告 回头我去了西宁 我得去哪家吃一吃 然后晚上应该是吃的挺不错的 应该是没少吃肉 但是回到酒店 所有的跟拍的这些人也没有拍到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去的 今天上午也是 还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也没拍到他 结果他就出现在了西宁著名的塔尔斯 跟塔尔斯的里面的喇嘛 住持什么的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叫住持 跟人家还合了影 这一合影就藏不住了 他到了那 然后从塔尔斯消失之后 又不知道去哪了 后来有一家咖啡厅 有一家咖啡厅的应该是员工 还不知道是老板 在网上互动了一下 说张总是正在他们的咖啡厅里头喝咖啡 估计是就准备着下午的活动 然后下午他也没有回到酒店 下午呢 这个第十七届 这个first青年电影节 就已经有开始有公开的活动了 他下午呢 参加了这个青年电影展的训练营 这个训练营是有一些的这个短片啊 估计是什么短片要连续播放啊 是从下午的五点多 一直到晚上的八点多 张总文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现场啊 现场主持人还隆重的介绍了张总文 全场欢呼啊 全场鼓掌 这个影厅里呢 还做了很多专业的人士啊 还有其他的明星 还有江书影啊 我看到一段视频拍了江书影啊 然后张总文还是戴着的标志性的小P帽啊 还这个戴上了口罩 这全场戴帽子不多啊 所以你去看那个观众席 一看那个戴帽子的张总文 你就能注意到他 然后呢 六点多的时候呢 是有这么一个评审团的媒体见面会啊 估计是这次这个电影展的这个评审团的啊 这个见面会 我不知道张总文这次是不是评审团啊 他给他的那个名字叫什么第一波 什么什么我感觉像是一个宣传大使的这么一个性质 所以他应该这次不是媒体啊 不是这个评审团 所以他而且他又在那边现场 在那在那看短片呢啊 所以这个评审团媒体见面会不知道是不是 或者说是一起的啊 我也不太清楚啊 因为这个见面会 现在正在正在直播 我看这个杜可峰亮相了杜可峰是精神团的啊 著名的这个摄影大师杜可峰啊 有很多知名的作品 所以你看张总文这次啊 他也这个由于啊经常的被围追堵截 他现在这个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了啊 像这个这种大酒店一般都会有这个 有专门供这个名人要客啊 安全进出的啊 这种私密的通道 所以你围着拍 你是拍不着他了 现在啊 昨天晚上我还担心的说啊 晚上到了酒店就出不 来了一出就会被被人围上的 担心是多余的啊 人家出来啊 吃了肉啊 今天又出来去了啊 塔尔寺啊 然后又喝了咖啡 下午才去参加的活动 一天呢还挺充实的 所以跟拍的这些博主们也不容易 我看刚才看那个直播的还在那个酒店 在那跟那个电梯较劲啊 应该是那个酒店啊 是有明星楼层的啊 他是那个楼层 你一般的电梯都上不去啊 然后下来呢 他有其他的电梯啊 有专用通道 所以行踪就比较飘忽了 出来估计从地下停车场直接坐车就走了 这是我今天掌握到的 现在张宋文在在西宁啊 这个熊出没的一些情况啊 至于其他的活动还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都是碎片化的信息 东看一眼西楼一眼的啊 有了就赶紧过来跟大家说一下 好 谢谢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